我們的小隊長算是熟齡雞了嗎 粉底如果吃不進去 或者是特別鬆垮 就是你啦 我啊 是你 是你 哈囉L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美容編輯上線中 我是美容小隊長舒茵 今天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是保養達人Daniel丹峰老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Daniel 其實我們常常會聽到很多人 會講說安平安平 那到底要怎麼去定義它 是不是類似這種 單瓶單瓶小小的包裝就叫做安平 當初安平的設計 要求的這種高濃度啦高效率啦 都要放在這種小小的瓶子裡面 你做完醫美術後啦 或肌膚有問題啦 用了這樣的安平之後 哇馬上就恢復健康的肌膚啦 所以要達到精醇的成分 然後在短時間裡面 達到最好的效果 這才是安平原有的原始定義 那會有規定說 就是要怎麼樣的包裝 其實包裝是個迷思 不管是大瓶或小瓶 只要它的濃度 添加到足量 可以在短時間達到最好的效果 那就是品牌端要的安平啦 所以在我們選擇 這些安平保養品的時候 到底是該在什麼時機呢 我覺得像現在就非常適合 我們的天氣慢慢慢慢轉涼了 對不對 肌膚開始覺得乾燥 開始覺得敏感 其實用安平保養 就可以加速的改善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安平保養品 它不會太建議說 在一般的保養使用嗎 其實啊 如果你肌膚本身就會容易敏感 最近總是覺得暗沉 都可以選擇 不同功效的安平來做保養 並不是只有換劑才能用喔 應該說每天的保養步驟可以這樣做 那它是穿插在化妝水之後的 精華液之前先做這一道 沒錯 而且好的安平 應該是要讓你一個禮拜 就可以有明顯的改善喔 那老師剛才一直提到說不同功效 通常這些安平會有哪一些 比較訴求的一些保養的機能呢 我覺得今年有一款安平非常特別 它居然在訴求的是 紓緩我們肌膚的敏感 紓緩敏感就可以加強我們肌膚的保濕度 可以改善我們肌膚的老化 像這支打放的安平裡面 最主要它是有三茶花的精脆油成分 富含了Omega的6 Omega 9 它可以紓緩我們肌膚的敏感 效果很好喔 今年他們特別添加了益生菌 就是給肌膚養好菌 提升我們保養品的吸收效能 所以它是讓我們肌膚 真正的穿了一層防護衣的概念 我想問你哪一些是比較適合 這種想要急速提亮膚色的 我覺得因為像我們的小隊長 本身其實已經算是熟齡肌了嘛 然後我就會推薦 針對於熟齡肌的抗氧化抗老化 這一瓶Cicely的安平 它本身就是先讓你的肌膚的這個 彈性黏著度提升 再來做修復 再來讓你的肌膚的光澤度跟豐潤度 一次補足 它強調的是 你不需要再擦任何的精華液 也不需要再擦任何的乳霜 只要一瓶就可以完成你日常的保養了 那像這一瓶德英特的美白安平 我也非常推薦 它裡面有高濃度的VCIP的成分 那可以加強我們肌膚的抗氧化 它的質地其實有點偏油脂狀 它在我們肌膚底層才會轉化成維他命C 維他命C很容易氧化掉 不穩定 沒錯 那它到肌膚底層才變成維他命C的時候 它保證它穩定 而且它完全不會刺激肌 雪花秀的有用過嗎 非常的漂亮 這一瓶我覺得它比較像是精華液型的安平 它在裡面呢 有人參的複合精華 那人參的複合精華 在轉開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它在強調的是 用人參的濃縮精華做潛倒之後 後續的肌膚的防護能力跟抗老化能力 也能夠提升到最高 有一些韓國品牌跟日本品牌 他們的這種安平設計 我相信這一支應該是小資女 都可以使用的安平吧 其實它算是比較平價的安平 然後它有點像是以前的那種凍膜的質地 但事實上它更水 像這種它有一點點凝膠狀 它是不是會讓人家以為說是 厚膚可以當成完安面膜 我不太建議 因為唇水比例比較高的這種凍狀的劑型 可能會帶走我們肌膚的水分 反而一夜之間讓你肌膚水分流失更多 那就得不償失了 還有這一個 是我們牛耳老師最新推出的安平 是的 我覺得裡面的玻尿酸成分 應該添加的滿足量的 可是它雖然看起來滿濃稠 但是它推開始清爽的 是改善我們肌膚的鬆弛度 那它是添加了EGF 那像EGF我們知道的嘛 表皮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就是讓我們肌膚 膨潤的效果更快速 那還有一個日本的品牌對不對 日本品牌就是一顆一顆的膠囊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瓶化妝水 它就是搭配它的化妝水 都在裡面 Danko這一支也是非常出名 他們在做抗老的膠原蛋白粉末 它是做乾燥然後收縮 讓每個粉末的純度達到最高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它絕對都是最有效的活性 高活性的東西 如果真空包裝的話 使用粉劑是最安全的 是減少它的防腐劑的添加量 然後講到這個 那時候我去亞方的紐約發表會 然後他們就對於這個很驕傲 雖然是他們近年來還滿大的突破 它是訴求膨潤感的 應該它是添加海洋膠原蛋白 對對對他們的主要的抗老成分 雖然Bobbi Blanc是一個 就是彩妝品牌 大概是一兩年前有出一系列 這種低管式的精華 然後它也叫做安品 可能因為它本身是彩妝品牌 所以我覺得 在妝前我覺得這個還滿 就是急救 粉底如果吃不進去 或者是特別鬆垮或什麼的時候 就我啦 就是你啦 我 是你是你 然後就是會用這些保濕 或者是就是它的 先去按摩一下 讓皮膚比較好適妝 所以這是我們小隊長的獨家 獨家心法 大家學起來 我的愛 另外還有就是 我覺得這兩個還滿類似 就是看起來它像面膜 可是他們其實旁邊好像都有 會附一瓶精華一起搭配使用 然後他們就會叫做安品面膜 他們就是用安品等級的成分 與濃度 放到一片面膜裡面 讓你在家附一片面膜 就有使用一瓶安品的效果 像如果有這個 它就是安品面膜 它把安品放這邊 然後面膜紙放這邊 所以是要用的時候 再擠過去嗎 我也沒用過 這個也是滿 那不然就是給你用用看 好啊好啊 謝謝 謝謝淑音 謝謝我們小隊長 好喔 今天其實介紹那麼多安品 我自己其實最推薦 換季的時候 選擇一款 你平常就有使用的品牌 推出來的安品 會減少我們肌膚的敏感跟刺激 如果要挑選一款 你自己想要適用的安品 別忘了先零貴試試看 塗在耳後 塗在我們手肘的內側 看看會不會有肌膚的敏感反應 再來挑選選購回家 那就能夠達到最好的換季效果 而且能夠提升我們肌膚 最好的保濕力 抗臭力 美白效果囉 如果有什麼小疑問的話 歡迎在我們下方留言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大家掰掰